记者吴正峰台北报道,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,租赁庄法,27日上路,影响全国300万民租屋族甚至,这是我国首部住宅租赁庄法,整合了散落各法中关于租赁的规定,也补充现行法规不足,基隆地检署检察官刘彦军28日特别整理出五大重点,供房客与房东参考 一,押金不得超过两个月租金总额 刘彦军表示,新法规定押金上限两个月租金,如超过两个月租金总额,不会因此让押金契约,租赁契约失效 此时房客只是对超过部分金额,可就每月租金行使抵消权,但超过上限的押金也不会自动发生抵消租金的效果 二,房东可有条件减税 刘彦军指出,为鼓励房东将房子委托包租,代管业者,为来月租金收入6000元以下,可以免征所得税 6000元至2万元间,所得税的必要费用可扣除53%,2万元以上,则可扣除43% 县市政府对于应客征的地价税,房屋税,也得以适当减征,但前提是房东需与专业经营者签一年以上 三,房东与房客其他权利义务,留解时,有鉴于物房东,恶房客纠纷层出不穷,新智明确规定应提供和与所约定居住使用支柱宅,让房客安心居住,急于签约时,应说明由房东或包租业负责修缮项目及范围,并提供有修缮必要时指联络方式等。 租资双方共同完成污矿及附属设备支点交手续 租资之一方未会同点交,经催告仍不会同者,是为完成点交 新法一提出房东得提前终置租约之情形,例如房客损住宅不赔偿,持缴两个月租金经催告仍聚缴,或房客未经同意转租住宅等,房东需在30天前通知房客 房东未重新建筑而必要收回房屋时,则需在三个月前通知房客,租约终止后,房客仍遗留物品于屋内,经相当期限催稿,逾期仍不去回时,视为抛弃所有权 房东得由押金扣除处理费用,若住宅为何于房客居住使用,难以继续居住 十,如房客若因疾病,意外有长期疗养需要等,房客得提前终置租约,房东不得要求赔偿 四,包租代管法律保障,刘彦军解释,新法明确规定租赁住宅服务业可分为包租业及代管业 包租业为专业经营者先向房东乘租房屋,再转租并管理,担任专业二房东的角色 代管业为专业经营者接受房东委托管理出租房屋,协助房东处理租赁大小事 提供租赁住宅管理服务,如租屋点交,收租与押金管理,日常修缮维护及纠纷协调处理等 此外,由业者缴纳营业保证金,发生纠纷时,可透过租赁住宅服务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 简称全国联合会,调处及代雷赔偿机制,让房东委托经营更放心 五,租屋争议调处及咨询 刘强调,新法规定各职辖市,县,市,政府不动产纠纷委员会调处住宅租赁争议纠纷,免收调处费用 并聘任具租赁纷纷调处经验的专业人士,担任不动产纠纷调处委员 以有效协助民众解决租屋纠纷,让民众遭受租屋纠纷时 有方便、公正、专业的协助管道 内政部推估我国约有300万民租屋族,100万间房屋为租赁屋 刘彦军透过台湾司法人权进屋协会建议 民众租屋前应享越租赁庄法 房东也应依照新法出租 双方都了解后代签约,以免发生争议闹上法院 使用选择 每次国家装死亡 来 这些确选择 感谢观看